前面我做过一期节目 介绍有人通过幻灯片软件做视频 一年就能收入几十万美元 那么在那之后 我收到几个观众给我留下的信息 希望我详细的介绍一下 如何才能用幻灯片软件 制作出高清的视频来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 我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做了一个三十几秒的样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做成以后大概的效果 我们不要在意片中的文字部分 我们重点的是讨论两个技术的要点 这是片头 然后你看这个底图是一个鹦鹉 开始滚动字幕 注意背景图要变化 你看背景图变化了 然后继续稳定的滚动 再过十几秒钟 背景图又会变化 所以这个文字你可以做得跟背景的图 相配合 最后整个的文字滚完了 然后片尾就出来了 最后就这么结束了 这是一个完全使用幻灯片软件 制作出来的高清视频 没有使用任何别的视频制作软件 整个这个视频是由三张幻灯片生成的 第一张是片头 第三张是片尾 中间那一张就是字幕滚动的 那个幻灯片 从技术上来说 你可以把片头片尾都省掉 完全做到一张幻灯片上面去 尽管如此 我还是建议大家使用三张幻灯片的结构 这样制作和维护起来比较容易一些 使用幻灯片软件来制作视频 有两个技术要点 第一个就是如何实现滚屏 第二点 随着文字的不断的滚动 你要求背后的图片也做实时的更换 使得文字和图片的内容能够相互配合 除了这两点 其他所有的技术都是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幻灯片的技术 所以我今天就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解决这两个技术问题 大家看 这就是深层刚才我们看见这个视频的幻灯片文件 总共三张幻灯片 我们看到第一张幻灯片是片头 最后一张是片尾 这两张幻灯片就是普通的幻灯片 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唯一要设定的就在切换这个地方 你把它设置成自动幻灯片时间 如果你这个片头是几秒钟 你就设定几秒钟 我在这个地方设定了三秒钟 在片尾我也设定了是三秒钟 刚才我们讲的要解决那两个问题的关键 都在第二张幻灯片上面 大家看到这第二张幻灯片里头 有一个文本框在这底下 大家看到文本框 这个文本框里面放的文字 就是你要滚平的所有的文字 要实现滚平 技术的关键是要选择这个合适的动画 动画是什么呢 是叫做直线这个动画 在选择了直线这个动画以后 我们在效果选择里头选择向上 也就是滚平的时候 我们希望它朝上滚 就这个意思 在选择了这样一个效果以后 你就点右键在效果选择里头 把这个平滑开始 平滑结束 我们把它设成零 平滑的意思最开始会有个加速度 平滑结束最后会有个减速运动 我们都不希望它这样子运动 我希望它是最开始到结束 就是个匀速运动 所以把这两个参数都设成零 然后根据你文字的长短 你设定这个期间 像我这个地方是一个短小的例子 我就设定了30秒钟 这个你可以根据文字的长短 去调整这个时间 然后再设定这个选项 从上一项开始 意味着它从第一张幻灵片 到第二张幻灵片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的开始滚平 它缺整的时候是单击开始 你要把它换成从上一项开始 我们要注意一点 就是滚平有一个特点 它这个文字要滚越整个的图片范围 而图片部分是会有不断的颜色变化的 所以你最好把文字部分 通过文本的效果让它发光 这样它就比较容易 使得它跟背景的颜色区分开来 大家注意看 这个绿色箭头的地方 是这个文本框最开始的位置 要使得它的结束在恰当的时间点 我们必须把这个文本框 放在结束的时候 让它的下部是抵到这个幻灯片的上沿 这个小的红点表示的是一个可拖动的控制点 它可以让你定位最后这个文本框结束的位置 你必须把这个文本框让它结束的时候 定位在文字刚刚离开这个幻灯片 这就是滚平 这个东西我们解决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滚平的时候 背景的图片如何切换 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 我们看这一张幻灯片你看到这个鹦鹉 实际上它背后还有两张照片 大家看 你看它总共实际上也是有三张照片在这个地方 三张照片依此叠加 那么你怎么样能够看到这三张照片呢 你要打开这个选择格窗 在哪个地方打开呢 开始选择选择格窗 选择格窗就出来了 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这张幻灯片 有图片二图片三图片四 分别对应哪一张图片呢 依照顺序最上面这个图片 是你现在看见的这张鹦鹉的图片 如果你把这个隐藏起来 你看见的就是鹦鹉底下的这张图片 然后再把这一张也隐藏起来的话 你看到的是最底下的 是这样一个老鹰的图片 所以这是这三张图片的一次的顺序 你再回到这个动画格窗里头 你能够看到整个的这个文字滚动的窗 是30秒钟时间 然后我设定了图片四 图片四就最上面这张图片 就是这张图片 它呢采用了一个动画 在第7.7秒的时候开始这个动画 然后在9.5秒钟结束 这个可以根据你的需要 你可以调整这个东西 7.7秒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你的文字滚到7.7秒的时候 你希望这个背景图片在这个时候切换 切换的结果就是第四张图片 现在这个图片消失 然后第三张图片录出来 达到这个效果 就是对第四张图片进行一个动画 这个动画是匹列的消失 注意啊 不是这个匹列 这个是匹列的进入 我们要用这个消失 因为我们要把最上面这张图 让它消失掉 把底下这张图显示出来 所以要用这个匹列的消失 同样在后面的时候 你又希望第三张图片消失 然后把底图录出来 比如说在我这个地方 我就把它设置成在将近19秒的时候 第三张图片用同样的方式消失 最后就录出来的是第二张底图 然后底图不再消失 一直到滚平完成以后 切换到片尾 所以整个这个幻灯片 就是这样子完成的 归纳一下啊 图片的切换 关键就是在同一张幻灯片上面 叠加多个图片 并在特定的时间点 让它用一定的动画形式消失 你就会达到 让你的文字部分和背景图片同步 这样一个效果 这样子我们就解决了 这么两个的核心的问题 一个是滚平如何开始结束 第二个是 在滚平过程当中 背景的图片 如何跟滚平的文字同步 最后我再讲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这种滚平的过程当中 往往我们都希望配上背景音乐 那么这个背景音乐应该如何来配呢 第一张幻灯片里头 有这么一个音频的文件 你怎么加入它呢 很简单 就在这个地方选择插入 然后讲音频 然后在你的电脑上找到一个文件 找到一个文件 然后你就可以插入 插入这个文件以后 它缺省是会在这个幻灯片上面 你把它拖动到幻灯片以外来 然后你去双击它 双击以后 这里头有个播放的属性 你可以设置 所以在这个播放属性里头 开始调整成自动 而且选上这个跨幻灯片播放 也就是说你这个音乐 是从幻灯片一开始的时候 就开始播放 然后一直播放到整个的幻灯片结束 所以跨幻灯片播放 就是这个意思 再就是你在加上一个音频文件的时候 它缺省状态下 这个播放是会选择单击开始 你把它改变成从上一项之后开始 那么它就会自动的播放 还有如果你希望这个音乐 有一个渐入的过程 那么你就在这个地方设置这个参数 我在这个地方是设置了1.25秒 在所有这些程度设置完了 这个幻灯片就制作完成了 然后你所要做的 就是把它全屏播放 你看看有没有达到你设计的 这样一个效果 在这个地方注意了 往往你在电脑上进行播放的时候 它是会有卡顿现象的 这个你不用在意 它最后产生的视频文件 是完全流畅的 在全屏播放之后 如果你对整个的效果满意的话 你就可以通过文件输出 来产生这个视频文件 就点击文件 在导出里面 写选择创建视频 你选择缺省的全高清 你也可以选择高清720P的文件 就会小一些 这个参数你不用管它 因为我们片头和片尾 都已经指定了时间是三秒 而中间那张幻灯片的时间 是由滚平的时间所控制 所以三张幻灯片的时间都不会使用这个时间 就是说你在这个界面 你只要选择你的解析度就可以了 然后你点击创建视频 给定一个保存文件的位置 然后它就会开始生成文件 这里的进度比方会显示文件生成的进度 最后生成以后 你就在你的保存文件的地方 去把那个文件找出来 那就是最后生成的NP4的文件 我们来总结一下子 整个的幻灯片文件 只有三张幻灯片 偏头一张 偏尾一张 这两张你可以玩任何的花样 搞复杂的动画 随便 关键是在第二张幻灯片上面 把所有的图片叠加 然后依照字幕内容的变化 安排这些图片在不同的时间点上面 做消失的动画 注意 是消失的动画 而不是进入或者出现的动画 滚平部分 是一个文本框 所有的文字都在这个文本框里头 滚平的起点是文本框 在这张幻灯片的底下 它的终点是整个的文本框 出现在这个幻灯片的上面 它的动画的形式是直线的运动 从下朝上 整个运动的时间 根据你文本的长短 你可以去调整它的速度 在速度方面 它是一个匀速的运动 不要有开始的加速度 也不要最后的减速 最后我们还顺带讲了一下 怎么样使得背景音乐的播放 能够贯穿整个的幻灯片 这些东西设置完了 最后你就导出文件 成为一个NP4的格式 就可以 整个的过程还是相当的简单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 通过这种技术手段 来做高清视频 做内容创意 它一个主要的因素 是你必须要有量 如果用这种办法 一天做一集视频的话 你是肯定打不出结果来的 所以用这种办法 你一定不要把它做得多么花烧 要简单 以量 以内容为主 绝对不要去想 我把文件生成以后 再通过视频的软件 去怎么样把它修饰增强一下 那样子的话 就整个的违背了 这样一个打法的基本思想 你必须只能依赖 这样一个幻灯片的软件 才能保证你的产量 才能保证你的效率 最后要提醒大家一句 做这一种的内容 一定要小心版权问题 内容方面 自不必多说 你不能去抄袭 人家有版权的这种内容 这是第一 第二 音乐方面 极其要小心 即便你今天发布了这个内容 然后音乐能通过 也有可能 将来某一天的时候 这个版权音乐 进入了这个YouTube的 版权系统 如果你用了大量这样的音乐 那一天之内 就会发现你几百个视频 都违反了版权 第二天就把你的频道关掉了 所以你今天不要认为 我用一下中国的 比如说江河水 二前音乐 或者是用一些琵琶曲 作为背景音乐 然后我上载 发现没有问题 你绝对不要这样子想 如果你这样子想 最后你辛辛苦苦做了一个频道 会在一夜之间就崩塌掉 所以要特别的小心 那么你怎么样去避免陷入图片 内容和音乐的陷阱呢 内容方面 我没什么好多说的 你不要去抄袭人家的文章 音乐和图片的问题 我会在明天单独做节目 跟大家讲解 好了 关于怎么使用换灯片 来制作高清视频 这样一个话题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希望你发现这一期的节目 对你有所帮助 也欢迎你明天继续回来 收看我讲解 关于免费音乐 和免费图片的节目 好了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